食堂大妈都知道我是笑花的甜狗 图书馆我一屁股做俩座 上下课都撑伞贴心护送 一日三餐都送到笑花宿舍楼下 就插为她嘴里了 但笑花总是对我冷眉冷脸的 不久后大家都说我是笑草的替身 世人笑我没尊严 我笑他人看不穿 没人知道笑花私底下 嗯 拿钱砸我啊 给你一个月十瓦做我的生活助理 后来她小心翼翼地问我 王林你要做我男朋友吗 我一把推开她 那是另外的价钱 我准备退学了 贵族私立大学一年三十万 剩下的天我收拾行李箱 原本的LV被我挂了咸鱼 手里的是八十块拼兮兮产物 宿舍里的三人兄弟长兄弟短的 送我到宿舍楼下 扭头就迫不及待偷笑 跟来围观的几个人交头接耳 你们还不知道他家他了 搞什么金融投资 被华尔街收割 现在穷的裤衩都不剩 可不嘛 昨天我们在食堂吃饭 他偷偷在宿舍啃馒头 寒酸的用我都想给他打包点剩菜 我顿了顿脚步 想拎起行李箱 把这些货色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但凡是想个后果打伤这些富二代 我哪有医药费可以赔 我只好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拖着行李箱继续往前走 安慰自己人生哪有一番风水 难免有沟友侃 当初这些人贴上来送烟送酒按摩捏脚 把铲妹狗腿明明白白写在脸上 现在来落井下石了 他妈的 我一脚踹飞了跟前的一颗鹅卵石 越想越气越气越想春风得意 挖在了一辆兵力天月的车身上 我脑瓜子嗡嗡的心脏 跟车门一样凹陷下去 噗 乌漏偏缝连夜雨啊 亡灵有几万块赔吗 要不要兄弟见你啊 背后的嘘寒问暖让我如芒在背 有人推开了副驾的车门 是个保镖模样绕到后座 一手压着西装 一手拉开车门毕恭毕敬地弯下腰 一双透明披药材料的高跟凉鞋 裹着千千玉卒 轻轻踩在了水泥地上 随着女孩露出庐山真面目 站起来时断面的裙摆 吹着蕾丝边 垂在了脚踝处 我从她仙尘不染的裙子往上看 看到的是笑花童 角欲白皙的脸庞 巴掌大的面容 跟屡分明的眉 一双澄澈的双眸 当她看向我时 仿佛是女王在屁腻天下 背后传来的嘘声 我脑子里正疯狂琢磨着 怎么赔礼道歉 让这个天之娇女放我一马 她性感的红唇启合 只说了一句一月十万 做我生活助理我的 我怀疑我耳朵出了什么毛病 穷到产生幻听了 我想我此刻的表情 一定是极其纠结的 但童角欲向着我走来 眉心拧起嘴角也撇下去 跟你说话呢 你到底愿不愿意 一个月十万一年一百二十万 学费有着落了 不说还能帮衬家里还债 谁能想到我还没面向社会 就是年薪百万的人物了 只是做助理 我有些怀疑警惕的后车半步 当我防备的眼神 给到童角欲 她的脸色一变 扭头就走不愿意就算了 算了怎么能算了 我迎着女人 迷留下的淡淡清香 追上去别啊 助理什么的我最在行了 在宿舍楼下 我堂而皇之递上了 童家的座驾 车窗外的人下巴都快脱旧了 虽然我有心理建设 但还是没想到 这个消息只用半天时间 就传遍了校园的脚脚落落 从那天起 图书馆我一屁股做俩座 食堂排队 我最勤快往返学校 和童家避书小院 坑的天悦成了我的跑腿工具 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稳稳当当停在校门口 抽出伞来 我急急忙忙往教学楼走去 童家避站在楼下 包纱的裙摆在风中 整个人宛如雪山之间 盛开的莲花 我撑着伞 靠近听到她身边的同学的议论 他们在童家避身边 交头接耳 你的舔狗来得可真快 我要是有这么个帅哥 忙前忙后就好了 可惜不过是得替身去你的吧 童家避给十万 你给二十万 顾忌让她当狗 舔你的鞋都成 说完他们笑得花枝乱颤 童家避面不改色 甚至未曾附和他们有所表达 那张高贵无瑕的脸 只是淡淡地注视着靠近的我 我快了两步 近前散面遮挡在她上方 不忘贴心地用手拖着散烟 以防雨水滴答到她身上 几人或倾线或怪异的目光中 我和童家避 缓步漫步雨中 忽然童家避脚步顿住 她没有看我目光平视前方 空洞灰暗眸子 好似蒙上了乌碍的月 我正想问她怎么了 童家避冷不丁开口问道 亡灵要不 你做我男朋友吧 男朋友 天之娇女的童家避 居然对我抛出了橄榄枝 换作以前我只会觉得 是本少爷魅力无穷 连笑话都对我垂涎三尺 但如今 我闪然一笑别啊 付费小丑和免费舔狗 哪个更有性价比 我还是知道的 童家避似乎没料到我会拒绝 骤然看向我美目里 酿着不可思议 她就这么看了两秒 然后怒意喧嚣沉上 转而填满了眼眶 不愿意就算了 她气呼呼地往前走 离开了散面的庇护 秀发上很快就浮上了一层 晶莹的水珠子 做小丑就要有做小丑的 自觉老板生气 那得哄着 嬉皮笑脸 绝不能有任何的不满 就算往后几天 童脚玉对我都板着一张脸 好像我欠了她千八百万 没办法穷啊 再说上话 那是一个学霸找到我 她穿着衬衣 带着理查米尔 举手投足 透着文质彬彬的气息 她给了一个礼盒 我刚回国给小玉带了礼物 麻烦你转交给她 盒子很精美 蓝色的底 烫金的工艺 印着Lore Piano 一条倍色丝带 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 我将盒子转交到 童脚玉面前 是在校门口 她冷冷地扫了一眼 然后看着我 我很好奇 你就一点也不在意 在意什么 在意做个礼物 中枢转运机器 还是在意太有人追 我沉思了片刻 无比认真的回答 当然在意 童脚玉眉目疏开 我接着补充道 要是你跟她在一起 她做你舔狗 我做什么 事关年薪百万 必须重视 童脚玉的脸 瞬间黑透手提袋 砸我身上 你掉前眼了你 我慌忙接住 爱马十恶鱼皮的包 生怕掉地上弄脏了 这女人到底知不知道 这包能抵普通人几年奋斗 啊 喂 宝汉不知恶汉鸡礼物 童脚玉没收 我自然是要送回去的 我虽然穷 但好歹证人君子 绝对不会做这种 精明狗道 偷偷仗为己有的事 于是在第二天 我就找到了这位 鼎鼎大名的诗歌 学霸路远 他在一家咖啡店 坐在靠边的位置 点了一杯美式 剩下的天气里 空调风清凉 他行头一丝不苟 翻看报纸的时候 就像是从电影里面 走出的角色 伴着轻缓的钢琴音律 我走了过去 放下了礼物盒 不好意思陆先生 同小姐不接受您的好意 我没有选择落座 就站在圆桌旁 我的身份 早就在家里破产的那一刻 掐断了与他这些人 平起平坐的底气 没收 路远微微错愕 他看了眼里和 有条不紊地将报纸折叠起来 放在桌子一角 缓了几秒钟才问我 兄弟你可不可以帮给忙 约小玉见一面吃个便饭 这人真是欺而不舍 对我的饭碗虎视眈眈 不行我想也没想就拒绝 什么玩意儿 上次差点着了他的道 要不是大小姐提醒我 我被人挤下岗位 还得帮着他数钱呢 路远面色一沉 为什么 我当然不能把我的心思 剖开到门面上 那跟下水道老鼠掏出来载 太阳底下暴晒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一正言辞说道 童小姐不想跟你有纠葛 明白了吗 理由是很政治正确的 但塔喵的路远急了眼 一拳就会在我脸上 你凭什么替他做主 你算什么东西 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 却是强盗行为 我能由着他咽下这口恶气 一瞬间我就是往地上一趟 你打我了 你要负责 报警加伤情鉴定 我要让他知道 把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私下和解二十万一分不能少 童小玉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在警察局做笔录 他看着我的肿泡眼 皱了下眉头不知道还手 还手不就没钱了 我咧嘴一笑童小玉 抓着我的手好像在生气 他可能是觉得 我是他的狗自家狗被人揍了 确实是有伤颜面的 不是有句话说什么来着打狗 还得看主人吗 这下前我捞罩了危机感也解除了 大小姐厌恶路远的话 想当大小姐舔狗 那是门都没有 我被童脚玉拖回车里 她把我摁在后座 命令的语气 冷冰冰地坐在这里 不要动等我 不过十几分钟 她却而又反 手里拿着两盒药 和一瓶点符 狭小的空间里 童脚玉笨手笨脚的拆包装 我看她不灵不灵的指甲那么长 撕开塑风都费劲 不由地为她捏了把冷汗 我探出手去 想帮忙指端 还没碰到药盒呢 就被她喝到 让你别动 好好好 我听话 棉签站上了点符 轻轻擦拭过我的眼 我有些尴尬 大小姐 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 这种粗活 哪能你亲自动手 童脚玉是谁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公主大人 居然为我抹药 我做梦都不敢想 我更害怕的是 一点也不真实 就像是死刑犯上断头抬钱 总要给吃断好的 你还是不是男人 能不能别婆婆妈妈 童脚玉瞪了我一眼 手上力度中了几分 我倒吸一口 凉气不服气了 漠然掀起了短袖一百 我怎么不是男人了 你严明正身好了 说归说闹归闹 别拿男人当娘炮 我是正儿八经的爷们 平时跑腿勤快 腹肌不收八块 也有六块 一身纯正阳刚胃 童脚玉八成是没想到 我居然较真 目光在我路 我落在外的腹肌上 挪移不开 哼 这下还敢说 我不还手 是因为娘吗 那个路远 我要是动起真格来 哭着找妈妈是小 健太奶奶是大 半分钟后 童脚玉脸一红 棉签一扔 把我踹下后座 谁要厌你啊 怎么没死在她飞厅 她说完自己开车 绝尘而去 刚买的药 一股脑全丢我脚边了 怎么还炸毛了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莫名其妙的 只好自己上药不说 还得打车回家 无意花笑二十八 肉疼 大小姐的脾气不怎么好 在我当牛坐马的 一个多月里 深有体会 首先她依然一爆 触及雷区的隐线不明 动不动黑脸冷暴力 而且一动气 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 就算我续寒问暖 忙前忙后 她也无动于衷 多说一个字都很吝啬 她的习性 我掌握得明明白白 她的资料 我也烂熟于心 立志将舔狗 这份职业发挥到极致 所以在童脚玉生日这天 我让管家一大早 就订购了全程的戴安娜玫瑰 铺满了童家的小庄园 童脚玉醒来的时候 穿着纯白的丝制睡衣 看到壮观的花海愣了一下 你做得她看向我 终于开了井口 我的眼睛已经消肿了 不是哥哥夸海口 我的眼睛笑起来时 最好看弯弯似月牙 柔情似水 生日快乐 我双手交叠 只在腹间得体又恭敬 童脚玉粉润的唇如了如 想说什么 争了好一会儿才到 晚上有个生日宴 你跟我去 宴会什么的 我不是没参加过 可是 我犹豫了今天世界杯十六强 童脚玉好容易缓和的脸色 瞬间冷若冰霜 三倍工资三倍 一个月还是一天 我脑瓜子里如意算盘 已经打得冒烟 世界杯可以回放 毛爷爷跑了 那就追不上了 一个月童脚玉的脸色更难看了 落下这句话 转身就进了屋 林了还吩咐管家 把他给我料理妥贴了 别在宴上丢人 我寻思着 我也不差 大小姐又生哪门子气 难道是调查有误 他不喜欢戴安娜的花色 出席宴会是傍晚 管家给我准备了一套 萨瓦尔街的定制西装 手工缝制妥贴挺阔 我身高本就有185 人五人六的 穿上高档西装后 再了一个微分碎盖 精气神立马提升了 不止一个feel 宴会地点在波士顿酒店 红毯豪车卑躬交错 首付千金的排场 连我这个曾经的富二代 如今的富二代也大开眼界 随着童脚玉的入场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向我们头来 童脚玉挽着我的臂弯 穿着天鹅语裙版的长裙 成套的卡蒂亚钻石配饰 衬得她愈发美丽 如同天边月可望而不可及 因旁人的注目 我仿佛也度了一层金 有种把自己女儿 风光大驾的自豪感 陆陆续续的人来恭贺 做上简洁的自我介绍 希望能在童小姐的世界里 留下一个好印象 童脚玉不嫌不淡地回应 我则陪着笑脸 宛如个称职的吉祥物 直到路远 擒着香槟杯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只是我大小姐也贴着脸 然而陆远似乎并没有 讨人闲的自觉 英丽的视线看了看我 又看向我和童脚玉 双手交接之处 随后她晃了晃手里的酒杯 冷风道 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带她来什么意思 官宣好酸某人打碎了醋坛子 我虽然不喜欢陆远这个人吧 但还是有最终解释权的义务 不能让人误会了 我和大小姐的关系 不过等不到我开口 有两个老头子凑了过来 热切的跟陆远打招呼 远啊 这次回来是要旅行 和我们小玉的会约了吧 你这去这么久 小玉都等着急了 从他们的谈话中 我了解到 陆远其实是童脚玉的前男友 也可以说是未婚夫 但她为了前途 抛下童脚玉去国外做交换生 一走就是三年 我说嘛 大小姐阴情不定的 原来是为情所困 当舔狗可以 当电灯泡不行 我准备抽离 大小姐去突然将我拽紧 看着热议的三人 坚定的语气 爸 二叔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就是他他 谁啊 我一头黑人问号 童脚玉掐了掐我的手 从牙缝中挤出 只有我们两人 才能听到的声音 配合我 工资五倍 什么是配合 这不是我分类之士吗 为大小姐排游解难 绝对服从 我内心狂喜 脸上却了无波澜 温和有理的浅浅鞠躬 二位不负好 我是王林 目前是小玉的男朋友 决定守护她一生 再怎么说 哥们也是混过上流圈子的 不管是谈吐还是见识 都有一定层次 看得出童家长辈 对我还算满意 但两位伯父嘱咐 我要好好照顾 他们家掌上明珠后 小头接耳说了两句 我猜想 大概是要调查我身份 这种家事 不说门当户对 那绝对不会参与抚平项目 还不错童脚玉 晃了晃手里的高脚杯 眉眼斜着我 红唇微扬 我抹了把额头 高傲得像是开瓶的孔雀 那必须低 这份钱花得值吧 童小玉表情明智了 然后转身就走 发烧扫过我鼻尖 伴着清香 我的表现 一定是让大小姐很满意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趁着大小姐去致辞 我便在餐台挑选 给大小姐的点心 精致的摆台中 有大小姐喜欢的草 莓丝绒蛋糕 还有巧克力慕斯 真不明白 她喜欢这些甜食 却不长胖是什么道理 我慢条思理的挑选 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了另一个人 她嫌腻着我问道 你以为真的可以压宝翻身 我掀起眼皮看了陆远一眼 又看向了舞台 童小玉在舞台的灯光下 雪白的长裙 扶纸荧光 它本身就像是一颗灿然的宝石 只一眼就让人一步开目光 陆远说的鸭宝 这个宝自然是指童大小姐 我要是能成为童家的城门快序 我家那点债务 于童家而言 完全是洒洒水了 只不过 我很清楚 大小姐怎么可能看上我这种吊丝 家子称 开 小心翼翼将一碎的糕点摆在盘中 我宽慰陆远道 你没必要这么有危机感 要是看我不爽 可以再给我一拳一拳二十万 他多揍几下 只要不死 我还压什么宝 陆远冷哼 双手环抱在胸前 袖口露出价值不菲的劳力士 我和小玉本来就是青梅竹马 只不过我作为交换生 去了国外 才让你这种小人有机可乘 然后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懒得搭理这个醋坛子 端着盘子转到另一边 就在转身的时候 陆远伸出了一只脚 小垃圾 玩不起 我一个起跳 避开了他的暗算 稳稳落地 骑我冲陆远翻了个白眼 大老爷们儿 玩音的算什么本事 陆远完全没有作弊失策的羞脑感 而是反唇相机 一个大老爷们儿 当条狗 整天摇尾起连又算什么 别人讽刺我的话 听得我耳朵都起简了 但陆远这么羞辱我 还是让我一阵脑溢直冲天灵盖 像是一双无形的手 重重地扇了我一记耳光 我的指尖下意识紧扣参盘边沿 似乎察觉到我的一样 陆远往我跟前逼近一步 眼光里脆了毒 你要感谢我 要不是你有几分神似我的样貌 就算给小玉当狗也轮 不 到 你 他尾音一字一顿 伸出手 食指戳在我肩头 一下 又一下 仿佛要将我的骨头戳到碎裂 让我抬不起头 我他妈的 再这样忍让下去 还真老子吃面团捏的 我还真不惯着这个憋犊子了 于是 下一秒 我就牵住了陆远的手腕 狠狠凝了一百八十度 咔嚓一声 他骨头好像错位了 甚至连面部五官都扭曲起来 事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我甩开陆远 眉头下撇 不好意思 用力过猛 绣花枕头 你还好吧 你骂谁绣花枕头 陆远痴疼的收回手去 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了我 还能是谁啊 当然谁疼谁就是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我皮笑肉不笑 心里已经比了陆远千八百遍 要不是有几个鸟前 他凭什么趾高气昂 当初老子家境富有的时候 他敢来招惹我试试 非把他揍得哭爹喊娘 陆远本来甩着手腕子的 但这会儿硬生生的强装镇定 扯了扯袖口 谁说痛了 我看是踩着你痛脚了吧 替身 阿西吧 当谁替身不好 当陆远替身 我特么的 我心底的火气越演越烈 就在这时候 另一道轻力的声音 打破了这满是硝烟的氛围 你搞错了吧 他不是替身 你才是至此完毕的 童脚玉走了过来 还是那光彩照人的模样 带着几分慵懒的 撇着陆远 陆远整张脸多绿了 童脚玉审笑 我喜欢的本来就是他 是因为你和他神似 才会跟你有过交往 懂吗 陆远震惊的瞳孔紧缩 看了看我 又看向童脚玉 我不信 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 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 童脚玉面部改色 认识又怎么样 我暗恋他不行吗 暗恋 堂堂千金小姐童脚玉 需要暗恋这种东西吗 陆远气得够呛 脸上色彩分成 好 这么玩是吧 陆远怒火中烧的样子 旋即将餐台上的糕点 扫落在地 又踹倒了一张椅子 闹出大动静 几乎会场上 所有的人都朝这里看来 大家指指点点 童脚玉冷着脸看着我 你没事吧 我 我能有什么事 倒是陆远 看起来人母狗样 做事从来没有风度 我也能理解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就算喜欢 也要考虑合不合适 童脚玉是个理性的女人 她和陆远分手情有可原 大概陆远出国去的事件 只是她们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呃不 我将餐盘送到童脚玉面前 带着淡淡的笑意 其实 你没必要这样刺激她 虽然我不介意当挡箭牌的 嗯 童脚玉偏偏头 射着眉头看我的眼神几分不解 嗨 我哪有资格教大小姐你做事 来 来 先吃东西电吧点 我一笑置之 寻找着食用糕点的叉子 叉子还没描见在哪呢 手里的餐碟就被童脚玉夺去了 干嘛 我手中空空 望着童脚玉纳闷 童脚玉笑着 眼底却是冰冷如刀 你忙前忙后这么辛苦 应该犒劳你自己才对 不用啊 不用 我连连摆手 话还没说完 餐盘就拍在了我脸上 我呼吸一致 蛋糕糊了我满脸 餐盘子落下 童脚玉故作惊讶 不好意思 手滑了 我成了全场的焦点 像个滑稽的小丑 童脚玉大步离去 离开的刹那 脸色冷得跟快冰陀子似的 我怎么了 我 饶式童小姐让我出丑 我也没立场和她硬刚 胡乱地找了个盘子底 罩着自己的大花脸 抽出手帕 胡轮擦拭 随后 我紧跟着童脚玉的脚步跑出去 谁晓得这大小姐哦 脾性和路远半斤八两 火气大得很呢 一脚油门 又将我留在原地了 这一天天的 搞什么飞机吗 童脚玉短信不回 电话不接 我去秘书小院 还被管家阻拦在外 对此 我只好将我手里的画册 放在门口 那是我给童大小姐 准备的生日礼物 虽然不值钱 但里面是我用米粒 一颗颗粘起来 凌摸出她照片的画像 做完这些 我回家了一趟 从以前的别墅 到现在的城中村 我们家的遗落千丈 肉眼可见 父母已经早早入睡 我偷摸进门 回到我的房间 屋子里只有一张单人床 一个衣柜 躺在床上就有身临其境 自然灾害的错觉 我们家 家到中落 我怪不了父亲 当年他白手起家 才有我二十年的风风光光 现在不过是体验过富贵人生 如梦初醒而已 不过 因为投资的是 我爸寄了不少外债 那些亲戚朋友 隔三差五上门要钱 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 墙上有油机的残留 应该是写了什么东西 后来被母亲擦去了 真希望 在我毕业之前 能够将这些外债填平 长舒一口气 手臂整着脑袋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去的 醒来天还没亮 手机正机里哗啦响着 为半梦半醒的我接通电话 手机贴在耳边 眼睛还紧闭着 王林 你快回来 大小姐病了 很严重 管家的话令我睡意全无 我宛如乍事般从床上坐起 瞪着心松的双眼 心脏分明冬了一下 如同高空坠入悬崖 很严重 是有多严重 我甚至没来得及 跟父母一起吃的早饭 割血割肉 打了出租车直奔童小玉的小院 进了门 我就往大小姐的卧房奔去 管家后在门口捧着热水壶 忧心忡忡地看着我 昨晚大小姐高烧不退 现在还无精打采 医生来看过了 说是感染了什么支援体 得休息十天半个月才行 这么严重 我压低声音 自己都没发现 眉心已经死索 王林 你是大小姐生活助理 照顾大小姐是你的分内工作 管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我点了点头 接过管家的水壶轻轻推开门 我捏手捏脚 尽量不要打扰到童小玉休息 热大的房间 窗帘紧闭 只有圆球形的夜灯 散发着微弱光亮 我在踏踏米式的床边顿住脚 缓缓盘膝 坐下来 近距离下 童脚玉精雕细琢的脸 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眼前 她细长的眉 深深的眼窝 就算是如此昏暗的环境中 秀气的鼻尖依旧泛着青透光泽 卷曲浓密的长洁 特别像两把鸭鱼的扇面 在眼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好看 真好看 我像欣赏一件艺术品 一幕光复 触过她面容的每一分 每一寸 就在我翘起嘴角时 沉睡的童脚玉猝不及防地睁开了眼 我倒抽一口凉气 宛如一个小偷被当场抓现行 世界极其安静 尽到我能清晰听到心脏跳动的频率逐渐攀升 咚咚咚 童脚玉眉目一眨也不眨 又如死水般锁定着我 我手足无措半分钟后才缓过进来 舌头不协调地问道 你 你怎么样了 还 还好吗 滚铜脚玉沙哑的声色吐出一个字 换了个姿势背对着我 我 真想知道我到底是多讨大小姐嫌弃 既然这么厌恶我 为什么还要花高薪聘请我来做生活助理 反常而火热的心脏瞬间被一盆凉水浇透 我无意间发现 留在门口的画册正放在床头柜 她居然拿回来了 没有扔 得 我重振旗鼓站起来 滚是不会滚的 在你病号之前 我一定尽心竭力 把你照顾得妥妥贴贴 没错 我是来工作的 带着个人情绪工作 多不划算啊 我开始手机查阅支援体感染的症状 以及治疗办法 这个病毒极其顽固 就算按时服药 康复疗程大概也要一个月左右 主要症状为反复发热 咳嗽之类的 清肺 去火的饮食最适合现在的童大小姐 我拿定注意 在童大小姐的房门口 关门时 我担心童脚玉 站了有两分钟 不清楚是不是我眼花 就在我长时间老父亲时的担心童大小姐时 黑暗中 他似乎撑起身体 发现我还没走开 又迅速地躺了回去 安静如鸡 呃 他的动作格外麻料 怎么看都不像病黏黏的人啊 可能我眼花吧 往后几天 我差不多算住在秘书小院了 抽空去学校打卡 就马不停蹄赶回来 亲手给童大小姐做饭 洗衣服 打扫卫生 完全成了个全职保姆 不过在我精心呵护下 童小姐的身体状况日益健好 脾气嘛 还是那么差 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咳嗽严不严重 我端着燕窝顿雪梨放在床边 取出电子体温计 在童大小姐的脑门低了一下 36.3 体温正常 心满意足的我又转到窗边 拉开了半米遮光帘 剩下的阳光在清晨就格外刺眼 将房间照了个通透 童脚欲靠着床头 细长的手在眉间挡了挡 不悦的嘴角下撇 烦死了 这么亮 你想晃死谁呢 大小姐不喜欢亮光 这是我这几天身在屋檐下 切身观察到的生活习性 不管白天黑夜 窗帘跟汗在玻璃前似的 百年不动 为了大小姐的病情 只能委屈一下了 我这种叛逆的狗腿子 普天之下估计屈指可数 适应了光线的童脚欲眯着眼 依旧是一张冰山脸 我凑过去把药剂冲好 数口水摆上 一本正经的拿去小本本 童小姐中午想吃什么 补充高蛋白优先童脚欲扑克脸 你可真尽致尽责 当然 拿工资吃饭的 我还等着童脚欲爆菜名了 突然听到啪哒一声 哦吼 停电了 童脚欲平时喜欢追剧 现在停电是看不成了 我把平板塞他怀里 用这个打发时间吧 我先去忙了 家里有燃气灶 也有组合磁炉 停电对吃喝拉撒没什么影响 就是苦了我 少了空调的加持 热得要命 索性家里没外人 也没人看见 我就拖去了T恤山 吃身胳膊炒的菜 说起来 我以前虽然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但却喜欢做饭 时常自己去菜市场 买些新鲜蔬菜 自己研究烹饪 谁能想到 有这么一天 这项手艺能派上用场 锅里的鲈鱼被我炸得双面金黄 我乘在盘子里 准备做高汤勾芡 这时 我抬眼 看到了个贵客 确实贵 他差不多四五十岁的年纪 穿着手工刺绣的旗袍 挽着价值不菲的包 一串珍珠项链 估计能买我半条命的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位风韵游存的半老徐娘 就在我忙着在记忆中翻找 手里抓着铲子 缠僧入定的间隙 妇人从惊讶中回过神 你们玩这么大的吗 同居了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位是童角玉的妈妈 曾经是风靡一时的名媛 曾出席过学校家长会 我甘大的不知所措 我来的不是时候 童母眼嘴笑了笑 不过 我还是得见见小玉 他人呢 阿姨 您误会了我很快回过神 脸皮厚的堪比城墙拐角 这点小风浪不存在的 我关了燃气 衣服套上身 给童母领路 大小姐在房间休息 童母跟着我上楼 深深瞟了我一眼 还说是误会 现在我这当妈的 想见小玉一面 还得你牵线搭桥呢 哪有的是 阿姨您年轻漂亮 还很幽默风趣 我不算是拍马屁 童母保养得很好 走出去说三十多岁 也不违和的 不用害羞 女儿大了留不住的 二楼平台处 童母温笑着 往大小姐卧房走去 我本来是没害羞的 但听她这么说话 耳根子隐隐有些发烫 这些人怎么回事 我越解释 反而越描越黑式的 我脑子里联想到 电视剧里的戏码 接着炒菜的同时 不禁想 万一童母甩一张 几千万的支票在我脸上 让我离开她女儿的话 我该怎么应对 几千万虽然不是小树木 但有大小姐这棵摇钱树 我只要勤勤恳恳 安全码后 几千万说不准 两三年就到手了 对 几千万太少 得加钱 我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穿吊带的大小姐 站在了餐厅门口 你是打算给我吃糊锅饭吗 哎 倒台旁的我一个机灵 糟糕 熬的高汤都噗噗噗冒大泡了 我忙不迭加了点水 将煎好的鲈鱼顺入锅中 肉香扑鼻 我心不在焉地翻动着 那个 阿姨呢 心虚的我还在惦记着 在阿姨心里的形象一塌糊涂 有着被开除体质的风险 但梅同脚欲漫不惊心道 走了 她往楼上走 饭菜好了给我端进屋 热死了 走了 我松了口气 扯了扯一摆 感觉饭碗算是保住了 出一笔不了五星级 倒还算拿得出手 我轻手轻脚端着碗碟 进了童脚欲闺房 带着狗腿子的笑容 来来来 美味的午饭开餐了 童脚欲懒懒地扫了我一眼 葱白的指尖敲了敲床头柜 我妈给了我两张游乐园的门票 我们一起去 啊 去游乐园啊 我在毛茸地毯的小桌上布菜 欲言又止 那个 我 游乐园那种地方 人多 还吵 而且还费钱 最重要是那些项目 我都不能玩 因为 我恐高 一个大老爷们儿恐高 是挺丢脸的 这事我谁也没说过 我这边还在想着怎么推辞 那边童脚欲搭了着眼 十万 笨 我傻眼回头 资本家这么为所欲为吗 花刚说完 童脚欲手里的靠枕 就往我面门子上砸了过来 童脚欲骂道 死相 就知道钱 再惺惺作态 信不信我把你物理阉割 游乐园还是如愈而至了 谁会跟毛爷爷过不去呢 两天后 我开着车 童脚欲坐在后座 她穿着挂脖的青纱长裙 露出光洁的香肩 垂眸滑动着平板 我从后视镜窥探一眼 舔了舔嘴角 这也太他妈好看了 跟话里走出来的一样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何况是女神级人物 我多看两眼 就觉得身心舒畅 心愿一马 要说我这份工作 那必须是人人倾线 既能看美女 又能赚钞票 鬼知道 我就忙里偷闲看了一眼 就被童脚欲逮个正招 她没有抬头 只不过那纤细浓密的睫毛 颤了颤 好好开车 我还不想一年早逝 我瞬间有些信心然 秋明山车神的技术 你尽管放120个星 很尴尬 吹牛皮要上睡的 大话刚放出去吧 回过头就发现 前面有量别独自加塞 方向都打正了 我没有减速 差一丢丢就追尾 情急之下 我点了下刹车 我这一脚刹 童脚欲惯醒前倾 忙抬手撑了下座椅 车短暂的停下 又匀速前行 我乃言的冲童脚欲 扯了扯嘴角 纯属意外 童脚欲冷力的眼神 能杀了我 不过好在我脸皮够厚 根本伤不了我皮毛 依旧我行我素的 边开车 边欣赏后座美丽的风景线 到游乐园的时候 是上午十点多 我们不用排队 直接有私人导游 带着我们进入VIP通道 说实话 氛围确实可以 年轻的小情侣 幸福的一家三口 跟着游行队伍 再歌再舞 童脚欲买了个 新带路的发卡 两只长耳朵 随着他走动一搭一搭的 冷眼中又多了几分可爱 跟着大小姐这么久 我还是头一次 看到他像个小孩子似的 退去了寻常的高傲 跑来跑去 王林 你看这个 疯狂动物城 狼先生和兔子警官 迷老鼠和唐老鸭 琳娜贝尔 好可爱 大夏天的 他满头热汗 脸颊扶着飞红 细碎的发贴着了并脚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目光始终在这魔力影上 挪移不开 王林 我们去玩这个 海盗船 他拉着我的手 我鬼是神差的 怎么坐在海盗船上 安全感扣下来 多云来物理 结果就是 尖叫声连连 肾上腺素飙升 昏天暗地 胃里翻江倒海 几分钟的时间 对我来说 就像一个世纪那么煎熬 终于在左摇右晃 天旋地转中 海盗船归于原位 我已经魂飞魄散了 哦 扶着路灯 我几乎将昨天晚上 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都吐了出来 王林 你不会玩这个啊 童角玉拍着我后背 提议道 要不然去玩一次过山车 你就不会怕海盗船了 我 这是人话吗 海盗船我都感觉丢了半条命 过山车 我还不得死在那上头 面如菜色的我 扶着路灯赶直起腰来 俯视着童角玉 跃跃欲似的期待 想哭 赚钱他娘的太难了 有生以来 有钱能买我狗命的信念 第一次动摇起来 我哆嗦着嘴角问道 咱这钱能退吗 童角玉扑斥笑出声 花枝乱坠的 好像听了天大的笑话 我也想舍命陪君子来着 可是这酬劳 着实拿得烫手啊 正当我要认损时 另一个不速之客 却悄然走来 我说王林 没有金刚钻 就不要懒自己活 吓得尿裤子 难看的就没脸见人了 我和童角玉 都齐刷刷的 像说话的人看去 穿着一层不染的蓝白衬衣 手里抱着个毛绒玩偶 一忧一忧的 不正是陆远吗 哎哟 这孙子居然玩跟踪 我和陆远那是仇人 见面分外眼红 看他人母狗样的 万表一天一个不重样 就来气 不过 我妈 该认损时就认损 绝不逞强 可我还没发表态度呢 童角玉将我推上前 放下豪言壮语 谁说他害怕了 不就是海盗船吗 就算是跳楼机 他眼睛都不带眨的 哎 我是猛逼头上长猛逼 一个脑瓜子两个大 有一说一 你们闹矛盾那是你们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想当炮灰的 我内心在疯狂哭诉 他们根本不顾我的死活 路远绕过拔剑弩张的童角玉 还是看着我 真的 是是 是个毛啊 那是跳楼机 恐高症患者的噩梦 可不成度比过山车 还要惨绝人寰 事实就事实 童角玉不敢落后 拽着我的袖子道 咬牙低声警告 王林 别让我看不起你 这很重要嘛 我都无助童角玉恍若未见 紧跟着威胁 工作不保也无所谓 有一说一 追女孩子嘛 不丢人 但路远拉高财地的行为 让人恶心 我堂堂正正 顶天立地男子汉 怎么能受得了胯 下之辱 于是 我挺起了几两股 有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的从容 走啊 跳楼机而已 小意思鬼知道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 跳楼机上 童角玉坐在中间 我坐在她右侧 路远本来是要挨着童角玉的 没想到被一个胖妞 挤到了另一个位置 虽然眼不见心不凡 但我根本就镇定不下来 看着自己双脚还在地面 一想到一会儿在高空砸下 就毛骨悚然 工作人员正在通知大家 将贵重物品上交 避免一会儿掉落 造成经济损失 还嘱咐做好 我保证 我一定是最听话的游客 他们说什么我都造作 这样一来 如果我死在这 我爸妈好歹能拿到一笔 不菲的赔偿金 随着咔哒咔哒的声响 安全锁落下来 将我禁锢在座椅狭小的空间里 而我放在两侧的手 已经止不住哆嗦起来 同角欲一顺不顺地盯着我 似乎良心发现 我是不是做得有点过分了 你才知道啊 我吞了一口唾沫 闭上了眼 机器已经在缓缓上升 那种机械运行的冰冷声音 对我来说 就好像催命符般 阿弥陀佛 祖宗保佑 我在心里默念的同时 动了动嘴皮子 我跟你说 你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的 知不知道耳边隐隐 有同角欲的笑声 好 给你 钱串子 我主观意识里以为 只要闭上眼不去看 就能麻痹自己 可随着重心失调 跳楼机下坠的那一刻 我还是忍不住睁开了眼 整个游乐场全貌呈现在眼底 封在我脸上呼呼刮过 我一瞬间感觉到死亡的恐惧 像是阎王爷正在我生死步上画鸭 阿 疯狂的尖叫声 分不清是我喊出来的 还是别人喊出来的 我只知道 似乎死过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海盗船的折磨下 我把胃里能吐的都吐光了 还是怎么着 这次居然没有欲 如果有一面镜子在我眼前的话 我一定会看到我的脸比死人还要白 怎么样 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这种东西 其实你尝试多了后 就会对他免疫同角欲神清气爽 脸上甚至洋溢着甜美的笑容 他是真心喜欢刺激类的游乐项目 我算是看出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 脱离了要命的座椅 走起来居然不像上次那么飘飘然了 站起来的瞬间 我就和路远不欺然地对上了目光 看我精神状态如常 路远很失望的冷笑 没看出来 倒是够爷们的 彼此彼此 我回忆一笑 内心的雀跃冲上天灵盖 真特么畅快 没让这小白脸瞧不起 童角欲见我和路远针尖对脉盲 柔顺的长发拨在了肩后 这么说 精神损失费就免了 在面子和财神爷之间 我是毅然决然选择财神爷的 多一秒钟的犹豫 都是我对财神爷的不尊重 大小姐 我难受 想吐 即兴表演 行了 适可而止 随便吃点 我们还有很多项目没有体验 还来 我眼珠子快要瞪出来 要不要人火了 中午我们在游乐场草草吃了饭 一份炒牛和88的价格 我吃着都觉得牙疼 好在不用我付钱 作为饭扫光集团 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我吃个金光 酒足饭饱后 精气神回来了 整个人容光焕发 但童角欲意犹未尽 拉着我很快到了鬼屋跟前 这下 幻大小姐犹豫不定了 我听说这个天使与恶魔的副本 特别恐怖 有个女孩子 在里面吓出过心脏病斗 我心中毫无波澜 要相信 唯物主义者 对神神鬼鬼恐怖的免疫能力 我在肆无忌惮 陆远却说道 小玉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 童角欲一记眼神给到陆远 让她自己体会 随后扯着我袖子道 你要是敢哭鼻子 我把你头拧下来当球踢 我 从光明过渡到黑暗 剧本氛围的鬼屋里 广播在许许讲述这个故事 故事很简单 一个修道院里 某天修女离其死亡 那是恶魔的手笔 因为这是一个修女留下的手记 所以要顺着修女的手记 找出恶魔 解救修女的灵魂 因此的BGM 配上幽暗的环境 还真有点生灵鬼片的感觉 刚进到这里面 童角欲就靠在我身边 眼神不安的左观又望 亡灵 那是什么啊 柜子里好像有人 这鬼地方光线能不能亮一点 我手里拿着修女手记 泰然自若 这还没进到下户环节 根据手机提示 想要通过眼前的一道门 还需要将各个天使神像归为 天使神像呢 就是巴掌大的石膏娃娃 东倒西歪 倒在碎石子扑就的地上 而挨着墙的 有好几个卡槽 这几个卡槽 要放上相应的石膏娃娃 我观察过了 无论是这些石膏娃娃的底座 还是卡槽里的平整度 都没有任何不同 这就是说 其实是NPC通过观察 在背后操作而已 我的逻辑思维在这里很清晰 大小姐却茫然问我 王林 你在干嘛 走剧情啊 大小姐 我真是无语 不走剧情 难道永远困在这个 逼泽幽暗的小房子里吗 很简单 随便放就行了 你有没有脑子 路远就要过来帮忙 我已经放完了最后一个天使 嘎吱 门 开了 随着房门的打开 童脚玉发出了一声尖叫爆鸣 我刚站起来 身上就多了个温香软玉的挂件 一股子气人心脾的香味 伸入肺腑 小姑娘柔 软的山峰 隔着一层青纱的布料 蹭着我的手臂 生理的感官令我血脉膨胀 我侧目看去 童脚玉脸色惨白 明眸不同往日 水汪汪的 简直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惹人怜惜 天哪 这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童脚玉吗 更要命的是 大小姐依着我 带着些许哭腔 王林 这里好可怕 好了 好了 没事了 尽把我一该往日嬉皮笑脸 不由自主的就想安慰这颗 动荡不安的心灵 我带着童脚玉进入副本那场 陆远还在那研究天使神像 隐约听他嘀嘀咕咕 长得一模一样 还分什么种类 那场更刺激 本来好好在做任务通关 悄无声息的就冒出个鬼脸NPC 王林 呜呜呜 人在极端恐惧下 表现出的一面最为真实 童脚玉被吓得花容失色 哪还有当初进鬼屋前那般的高傲 好像我就是他唯一的主心骨 吓得瑟瑟发抖的情况下 只知道往我怀里钻 我当然乐得当这个避风港 抱着童脚玉宽为一箩筐 快了 过了这关就好了 放心 都是假的道理谁都懂 就像我明知道 跳楼机上我不会死 海盗船也要捕了我的命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 当时我在游乐社事上尖叫不断 童脚玉看我是什么样的表情 风水轮流转 此时此刻在我家了 至于路远嘛 一点用都没有 他自己还吓得跳脚 若非爱着颜面 我估计身上给挂俩人形配件 随着副本过半 当灯光灭去时 NPC入场 当灯光亮起 刹那时 就会看到教堂里 无端端多了个鬼怪 亡灵 我想妈妈 童脚玉哭得更大声了 抱着我 恨不得嵌进我的身体里 大抵是节目效果 最害怕的玩家 会得到应有的特殊套餐 童脚玉越是怕 NPC找上门的概率 加100% 甚至有NPC 直接凑到童脚玉脸上 好在 这一趟对我来说 枯燥无味的冒险 在半个小时后结束 当救出了恶魔 举行了一场 圣经诛杀魔鬼的仪式 副本通关 这时的童脚玉 已经腿软了 我索性打横 将他公主抱 回到大厅 路远挫头了 好几分钟才出来的 我注意到他出来的时候 扶墙了 从头到尾 我没听到他喊过 途中还故作胆大的 吐槽了一句 不过如此 笑死人了 装什么大一巴狼 一般来说 免疫物理攻击的人 通常未举魔法攻击 跳楼机是物理攻击 鬼屋使魔法攻击 我去柜台结算 NPC小哥对我眨了眨眼 兄弟不错啊 女朋友很 nice太余光 往童脚玉的位置瞟了眼 下次再来 能帮到你的我摸了摸脑壳 感情童大小姐 还真得到了特别照顾 所以 他们以为童脚玉 是我的女朋友 暗戳戳的迫使童脚玉 把我当救命稻草 促使我们感情深温 呵 逗笔吧 开着鬼屋 赶着月老的勾当 童大小姐 要是知道内幕 估计店门都得给他们掀了 不过我跟NPC的小秘密 肯定是不会对童脚玉 透露半个字的 下午的时间 我们几乎将游乐园 转了个遍 碰碰车 人力泡泡机 玩偶涂鸦 还划了船 天色渐晚 这一趟辛苦的旅程 终于结束 可以回家了吗 实不相瞒 我的双脚已经快成扁平足了 为了赚这点窝囊费 我容易吗 你就这么想回家 童脚玉冷了脸 又一如往常那样 摆出了生人物净的姿态 那当然 累一天了 骡子也该躺平了吧 我揣着手在兜里 四处望 陆陆续续的人离开游乐场 外面再好 家才是唯一的归宿 童脚玉拿出手机 拍张照吧 做个纪念说到纪念 我扭头往路远看去 他好像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抱着毛绒玩偶 永远地望着我们俩 我抬起头 正好看到在童脚玉的手机屏幕上 他这个角度 虽然我的俊脸和他距离最近 但在远处刚好有陆远的身影 大概他是想以这种方式 和陆远留一张照片吧 莫名的 我心里四蒙了沉 走啊 还有最后一项 新开的摩天轮 童脚玉的玩心 这天是彻底的放飞了 出奇的是 这次陆远居然没有 厚着脸皮挤上来 我和童脚玉坐在摩天轮的叫香里 随着摩天轮缓缓上升 夜色下的世界 霓虹绚烂 宁静又美好 这种没有的失重感的设备 相对温和 是我比较能接受的 当摩天轮的叫香 升上当空最顶端的时候 游乐场居然放起了烟花 起初规模很小 一蹴蹴花火在眼底绽放 王林同脚玉喊着我 我扭过头 他眼里微光烈焰 仿佛视线始终专注在我身上 怎么了 我没在意 脚底下的烟火更加璀璨了 羞羞羞地往天上冲 砰砰砰的炸开 静在眼前 完全就是一场视觉盛宴 王林 嗯 我心不在焉地硬着 恍然听到大小姐又接着说了些什么 啊 烟火炸裂的声音太震耳欲聋 我没听清 只清楚地看到大小姐的嘴开合 轰隆隆 噼噼啪啪 随着烟火从盛矿到烟灭 摩天轮也缓缓降下来 烟花秀对我的吸引力简单 我看童角玉的脸有点红 这天已经不热了 微微凉风拂面 很清凉的 她穿了单薄 难道是感冒了 你没事吧 我主动靠过去 探出手 摸了摸她额头 没有发热现象 还好 我垂下手 童角玉还是看着我 双眸似是星辰般 比烟花还要漂亮 哪个男人受得了 被她这么看着 我也是男人 难道就没有一点防备心吗 浑浑噩噩的 我好像中了她的蛊惑 不由自主地靠近 再靠近 鼻尖碰到了鼻尖 她细长的睫毛 像一把刷子扫到了我的脸 原来 大小姐人是冷的 呼吸却极其炙热 她唇半鲜艳玉滴 仿若一颗带采摘的草 梅 我喉结滑动 忍不住想将这颗草梅 仗为己有 吞食入腹 然而 就在我即将舔 试到这颗草梅 唾手可得时 一串铃声打破了这荒唐的暧昧 我骤然清醒 及时侧过身 差一点 就奸越了身份 我只是生活助理啊 助理 呼 长吐一口气 童角玉说了声抱歉 手忙脚乱地挂断电话 摩天轮转了一圈 回到了远点停泊 门一开 童角玉就仓促地跑了出去 今天的童角玉 才真的像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茫茫壮壮 本色出眼 我挠了挠后脑勺 笑开 大门大户总有很多规矩 面子工程比什么都重要 我曾经也在这样的高度 所以深有体会 真是难为了她 如同把小丫头的思想 硬塞进了个得体的大人屈窍里 正当我傻乐时 童角玉跑出去一段距离 忽然又蹲了蹲脚 然后掉转脚步跑回来 有什么吩咐 这句话我卡在喉咙 童角玉突然点起脚尖 蜻蜓点水的一吻落在我脸下 我的心跳 骤然漏到了一拍 做梦吗 应该不是吧 我摸着脸在摩天轮下 久久回不过神来 童角玉什么意思啊 怎么还在我脸上盖章 难道我真的能野鸡变凤凰 火热的想法在我心里愈演愈烈 仔细想想 刚才在摩天轮上 童角玉的嘴型 好像说的是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大小姐 喜欢我 当我得出这个结论 血液开始沸腾 我开始寻找着童角玉的身影 我想要一个答案 或者 我想回应他这份感情 可惜 当我追出去看到童角玉时 他拉开一辆马沙拉蒂的车门 坐进了后座 而那个为他拉开车门 兼任司机角色的不是别人 正是路远 我提起的脚步置了置 眼巴巴的望着那辆车离我远去 路边的车一辆接一辆 我自嘲的笑了笑 自己什么德行 一穷二白 就因为童角玉天眉一吻 居然就异想天开 郁闷的我 拿路边的小石头撒气 一脚踹出去老远 他们青梅竹马轻轻过我 而今 就剩下我一个孤寡孤寡 难道我只是他们 破镜重圆佩礼中的一环 环呢 我虽然是跑腿的 但跑腿的也有脾气 大小姐要是不给个合理的解释 我不会原谅他的 就算他坦白承认 我也会欣然接受 但他没有 就算我第二天到学校 并没有给他站坐 他也一言不发 甚至对我冷冰冰的 好像我是个陌生人一般 你们听说了吗 舔狗失宠了 瞧瞧童脚玉和路少爷 成双入对的 谁还管这个舔狗啊 替代品就是替代品 有了正品 谁还稀罕假冒伪类的东西 无论我走到哪里 一样的目光都如影随形 就仿佛我是那过街老鼠 处处被人唾击鼻翼 这段时间 我不再被大小姐发配任务 忽然空落落的 总觉得整个人 像被掏走了一块 这一天 学校社团的是学长找到了我 说是之前机器人比赛要开始了 让我做准备 正好我可以用忙碌的 生活填补缺失的地方 不是在社团办公室 就是在开大会 学期接近了末尾 一晃眼 我已经有半个多月 没见到童脚玉了 听到的传闻越来越离谱 从刚开始的浓情蜜意 到后来的好事将近 同学们都传 陆远已经跟童脚玉求婚了 等到他们一毕业 就强强联合 每次听来 我都心梗 照理说 我只是个照顾童脚玉生活的助理 我有什么立场生闷气 我搞不懂自己 只好花更多的时间在编程上 社团的铜线 我走出校门 准备去五金店看看 谁晓得 刚出门就遇到之前 痛诉设的几个别犊子 我双手插兜里 只顾着埋头往前走 直到没看见 可他们好不容易看落难 又怎么会甘心放过我 他们挡在我前面 我往左 他们往左 我往右 他们往右 简直就是拦路虎 你们想干嘛 又不幼稚 我气得肚子疼 为首的室友调侃道 王林 抱大腿被踹的滋味怎么样 大小姐不是那么好伺候的吧 另一个附和道 还是回宿舍住吧 兄弟一场 我们不会眼睁睁 看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的 谢谢你们吼 我扯着嘴角假笑了一下 讲真 我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嘲讽生气 这些嘲弄 在我家破产的那一天 我就尝够了 现在不过事态重演罢了 只不过 从同角域这里失宠 和家里破产根本不能比 前者完全是我自寻烦恼 几人好整以侠地看笑话 校门口 一辆马沙拉地旁 吹响了一声口哨 我和这室友一起看去 来人是陆远 这会儿 室友才让开了一条道 不忘虚情假意道 兄弟 跟他拼了 我们支持你 好 如你们所愿 我笑了笑 静止走到陆远跟前 找我做什么 我开门见山 和他多一句寒暄 都觉得浪费表情 陆远端详着我的脸 语气不明道 确实挺不错的样子 可惜了 生在了你这个废物脸上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谁他妈有美国时间 跟你嫌扯淡 我承认 我是气急败坏的 陆远当然一眼看出 微微抬起下巴 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孝道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我跟你说 你要是现在跪下 给我把鞋舔干净 唯一高兴 把铜脚遇让给你 也不是不可以 你在说什么 我难以相信 这种将女性误化的言语 是从高智分子 家业显赫的陆远口中 说出来的 陆远更是轻面 怎么还急眼了 忽儿 他恍然大悟 我知道了 你这种穷掉丝 平常没有女人追吧 我心底的火气蹭蹭上头 我默然攥紧了陆远的衣领 咬牙切齿道 你错了 大小姐对我而言 比你想得更值得被爱 我要是再听到 你说她一句不好 用她来做交易 我会把你打得鼻青脸肿 说完 我推开了陆远 狠狠地回头 瞪了那些好使者一眼 我的战斗力 毋庸置疑 陆远都没跟我继续纠 他们算什么狗屁东西 然而 我刚走出校门不远 就看到在花坛边 被无数路人侧目欣赏的 童角玉 她穿着浅蓝色小吊带 搭配热裤 四肢纤长白 锡 估计这货从小到大 都是美人胚子 早已习惯了旁人打量 我本想当没瞧见 但愁出了少青 还是走过去 亡灵童角玉看到我 眉头立刻搭拉下去 我知道她还是对我感到抱歉的 别皱眉 皱多了就长皱纹了 我率先开了口 伸手去捉童角玉 童角玉居然没有躲 在我拉起她手时 她的瞳孔明显放大了一圈 不要紧张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我苦笑着说 将口袋里的银行卡 放在她手心里 这里是你给我的工资 我动了的都补回去了 亡灵 童角玉往我怀里推 我紧捏着她的手不放 哪有助理有我这么好的 就做点鸡毛蒜皮的事 却拿着比精灵还要高的工资 吃吃喝喝 全都是童角玉买单 她能在我最难的时候 帮我渡过难关 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 不是 你哪来的钱 童角玉暗暗跟我叫住手镜 我都收着力 怕伤到了她 分别总是难过的 但天下哪有不散的言习啊 这你别管 小爷我有的是门路 我松开手 退后两步 故作轻松 那我走了 不要 童角玉揪住了我的一百 恋恋不舍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离不开你 哈 我懂 我都懂 我伺候人的功夫算是出师了 在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这里 得到了肯定 好了 你别哭了 影响我潇洒走天涯的 我一退再退 挥着手道 相往于江湖 祝你幸福 我是认真的 做完手里这个参赛作品 就毕业了 去外实习 我也该从学校滚蛋了 大小姐啊 恐怕会是我这辈子 最美的一场奇遇吧 很快 我搬回了家 当天 跟爸妈吃了家常饭 就接到了学长的电话 王林 你的作品又获奖了 哦 我表现冷淡 获奖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 没什么好高兴的 只可惜给的奖金不多 维持日常开销而已 然而学长的另一句 却让我始料未及 他说 这次不只是得奖 你的作品被一家企业看中 要跟你签合同 你赶紧来 双喜临门 真的 我反复跟学长确认 对方出了一千万的价钱 我忙收拾妥当 穿戴整齐 出了门 收购公司 是一家做钢材的企业 他们想用我的机器人 来完成有害气体空间的运输 保证工人安全的同时 还能节省成本 签约仪式上 我完成了签署 正剪彩呢 电话响了起来 我看了一眼 本想忽视去 一见大小姐这个称呼 我哪里还有闲心做别的 喂 我慌张接起电话贴在耳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距离我和大小姐断联 已经两个月零十六天了 王林 救命啊 王林 路远疯了 王林 我害怕 除了我爸妈 也只有童脚玉 这么喜欢联名带性的喊我 我放下了剪刀 匆匆离席 连比赛的奖杯都顾不上那 一阵风式的冲出会场 脑子里只有童脚玉 啜气的声音 王林 我害怕 一路上 我钻进出租车 就没让童脚玉挂断电话 她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我顺着她说的地址 来到希尔顿酒店 3022号房门 隔着门板 我就听到童脚玉的惨叫声 还夹杂着陆远的咆哮 王八蛋 我一脚将门板踹飞 酒店房间里的一幕 呈现在我眼前 童脚玉倒在会客厅的沙发上 一扇不整 陆远压在她身上 那张恶臭的嘴 一个劲地往童脚玉脸上凑 房间里 弥散着浓厚的酒气 血而易见 这孙子喝酒了 而且正在欺负大小姐 我的眼睛猛然冲了血 一把揪着陆远扔开 给老子死 陆远倒在地上 我趁机扑上去 挥起拳头 就往她狗脸上砸 一拳 又一拳 我只想揍死这鸭的 大小姐 我连一根手指头也舍不得碰 这个龟孙子 她凭什么欺负大小姐 冬冬的闷想中 我的手被染了血迹 童脚玉急忙拦住了我 亡灵 别打了 别打 我杀红了眼 根本不管不顾 只想要路远的狗命 把她打死了 你怎么办啊 犯不着为这种人坐牢 童脚玉生死历劫 我不想你坐牢的 她哭得我挠心挠肝 我停住了手 回头见她泪眼泼缩 狼狈的样子 是我前所未见的 我心疼极了 就像有人拿了刀子 捅在了心窝子里 不管鲜血淋漓的路远 我搂住了童脚玉 好 我听你的 不哭不哭了昂 将童脚玉扶到酒店床边坐下 耐心安抚她的情绪 好半天 童脚玉才停止了戳戳答答 说明事情原委 她接到路远的电话 让她到酒店有事商量 她如约而来 却被醉意熏熏的路远扑倒 她已经逃到洗手间 躲了好一阵子了 还是没能逃脱路远的魔爪 万幸我来得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她脑子是不是有病 我真是气死了 好端端的一桩姻缘 她非要猴急这么几天干什么 王林童脚玉摁着我的手 不是这样 我跟她在一起 是因为 因为什么 我竖起耳朵 门外突然传来爆喝声 谁是王林 给我滚出来 敢对我儿子动手 不想活了 路远那孙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酒店 连外员都找来了 我起身就要出去 童脚玉攥着我紧张不已 是陆伯伯 都是我的错 不应该牵连到你的 放心 他儿子年轻力壮都打不过我 一把老骨头能把我怎么着 我走出去 来是汹汹的遭老头子 迎面就甩了我一巴掌 没想到他们带了保镖 压着我洞看不等 老头子揪着我的头发 恶狠狠道 我今天不报警 非把你打残废了 给你买轮椅 给你养王 我让你生不如死 陆远那边独子还跟来了 操起一张板凳 趴擦就砸来 一瞬间 我只觉得头晕目眩 陆伯伯 你怎么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 是陆远就由自取 亡灵 亡灵你没事吧 童角玉披着毯子上前来 却被保镖脱开 陆家老头子冷哼道 我不管谁的错 童丫头 我认你是准媳妇 迟早都是要给我儿子的 说句不好听的 不能摸 不能碰 还不如请一尊菩萨供起来 不 不是 我从没想过要嫁给他 童角玉痛哭 那漂亮的脸蛋皱得像一颗包子 是他说可以帮王灵家 找到卷走资产的人 所以我才会跟他在一起 什么 我耳朵嗡嗡的 怀疑自己产生了幻听 大小姐是为了我才 温热的鲜血顺着我的额角流淌 我周遭的景物都蒙上了一层血色 就在这时 更多的人引涌进了酒店房间 老陆 人是你打的 王灵 这小子 快送医院 脑袋好痛 感觉像被垂头捣成了粉末 我昏过去前 是知道自己被人抬着送上车 进了医院 童角玉一直都在我身边 紧扣着我的肢骨 他说 王灵 你要活着 你别吓我 王灵 我爱你 你记住 我爱你 哎哟 这告白 听得我鸡皮疙瘩起了一声 手术台上 灯光刺眼得很 只听得主刀一声嘟咙 脑瓜子都裂了 这小子在这傻了什么呢 把精神科的也摇过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似乎是一秒钟 又好像过了一个世纪 我从病床上醒来后 看到一个老头子在我床边 他穿黑色的中山服 拄着拐杖 须发皆摆 我从没见过他 眯着眼打亮了好半天 醒了 我算是回应 鼻孔里还插着氧气管 言语不是太方便 所以全程都是老者在旁边刀念 而我作为一个倾听者 小玉喜欢你很久 你是一点也没察觉到 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有这回事吗 在起初做童小玉助理前 我一直以为 他还蛮讨厌我的 事情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回你跟你爸妈 参加我们家的家宴 小玉就在屏风后偷看你 你是不知不觉 却不晓得 小玉为了跟你上同一所学校 推掉了博克利音乐学院的录取 他鼓足勇气给你写信 却被你挂在了校园墙 网上不是流行一句话吗 我想想啊 一次的外相 换来一辈子的内向 至于路远那小子吗 为了跟小玉交往 做过整容手术 原先他就是个咪咪眼 老头子我记得可清楚了 老爷子说到这里的时候 特地用两指挤弄脸皮子 跟老顽童似的 引得我发笑 我一笑 老人疼 赶忙收了嘴角 情书是有那么回事 但他没署名啊 我挂上去 是想看看 哪个不长眼的姑娘 会喜欢我 结果 茶无音讯 天天板着脸 谁看得出大小姐的心思啊 童脚玉恰时这回进来 手里捧着一束鲜花 喜出望外道 王林 你醒了 怎么样 还痛吗 怎么不痛 脑子缝了好几针的 我说不了话 老爷子代劳 小玉啊 爷爷做主 给你俩说没 成装婚是怎么样 童脚玉脸上一骚 爷爷 你瞎说什么 我不嫁 哦老爷子脸一沉 嘴角一扁 那就算了 我给王林介绍个新的小姑娘不可以 童脚玉当即一跺脚 结婚 出院就结 我没想到 童家根本不在乎我家是不是破产 所有人都知道大小姐的心思 只有我不知道 其实 我们家已经有所好转 卷走的资产已经追回了一部分 后来我用家里的资金注册了公司 自己研发机器人编程领域 当然 童脚玉为我披上了洁白的婚纱 春风和暖 五年后的南大咖啡厅 我坐在窗边 回顾着曾经的意气风发 年少无邪 耳边的女大学生来来往往 扎堆聊天 今天来我们学校讲座的 好像是学长 岂止是学长 而且还是风云人物 听说是吊丝逆袭的典范 面临破产退学 却走狗屎运取了首付千金 哪里是这样 是人家白富美喜欢她好不好 甚至跟一个和她长相相似的替身交往 独私人 说的好像是我 我品着声音拿铁偷笑 电话响起来 老婆大人的呼叫 每天三遍 生怕我在外面也 被别的小姑娘勾了魂 我乐的大小姐查岗 接起来耳边就听得同角欲劈头盖脸的质问 几点了 还不回家 两个孩子 烦死我了 烦死了 得 忙里偷闲的时光总是短暂 回家伺候老婆孩子去 全文完